台北线刑大所破获的这个超男姐的 阴雅人士之间的强盗案 这个涉案的呢全部都是阴雅人士 然后呢当中呢有人这个阴雅的女性呢 自己当主嫌设下了桃花阵 把人家诱出来之后呢 找自己的男友跟朋友去把人家这个劫财 而且还痛打 警方把大家带回现场 由于所有的人都是阴雅 所以呢笔手画脚警方听不懂啊 只好还找来了这个翻译老师 这个花了六个小时才厘清整个的案情 三名嫌犯头戴安全帽眼神飘忽 为了钱连好朋友都抢 而策划这一切的 还是走在最后面 个头娇小26岁的阳姓女子 她明知啊被害人身上啊 长期有数万年的财物啊 竟心怀不轨 以由阳姓换贤提议啊 跟另外两名啊 共同策划 强盗被害人的财物 嫌犯和被害人都是阴雅人士 结成好朋友 但阳姓女嫌犯 寄予爱慕她的被害人 随身携带大笔现金 社局摆下桃花镇 用简讯将被害人约出来 假装聊天 再传讯息给阴雅的男友和同伙 在板桥副中路闹去附近埋胡 出来殴打被害人 仗前啊殴打被害人的头部 还有手脚多处 至此啊被害人偷混 体力不知倒地 被害人被狂殴鼻精脸肿 眼镜也断了 身上两万一千五百元的现金 通通被抢走 由于三个人大喇喇 在警局旁边犯案 被巡弱远警发现逮捕 女嫌犯还假装是无辜的证人 帮忙说明案情 还好警方请来手与老师 抽刺剥剪 让这起桃花结材案真相大白 中文杨中盛 高玉林台北报道